哈囉大家好我是裴薇 今天又來到了久違的宅女陪懶人料理時間 沒有錯 因為今天就是突然非常的想喝湯 懶人料理顧名思義就是很懶的人做的料理 所以就是一切非常的簡單的為主 然後今天我們要來做的是超簡單的電鍋山藥排骨湯 那我們來看一下食材要哪些 紅蘿蔔 水果玉米 一些紅棗 一些枸杞 薑片掃許 山藥 燉湯的這個排骨 好 現在水已經滾了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把排骨丟下去 燙燙一下 去鮮 在燙燙的過程當中可以加一點米酒 為什麼不要燙太久呢 燙太久的話它就會沒有味道 以上就是我們的食材已經準備好囉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所有的東西放到電鍋裡面 然後之前其實我有做過一次 但是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山藥太爛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先讓他們進電鍋 先熱了10分鐘左右 然後再把山藥放進去 應該比較剛好 因為之前就是做的好像山藥有點太容易爛掉 對 全部給它放進去 薑片 啊!我枸杞忘記洗了 怎麼辦 大家記得喔 枸杞跟紅棗都要稍微過水洗一下 再放進去喔 這樣比較衛生 水稍微淹過食材就可以了 入電鍋 加入差不多一個量杯的水 在外鍋 蓋上這個鍋 按一下開關 放下去之後 我們就等10分鐘 10分鐘過後 我們再把山藥丟進去 10分鐘到了 把山藥放進去了 OK 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加一點鹽巴調味 再燜個10分鐘就可以囉 我們的湯就完成啦 耶 大家 我剛喝了一口 超好喝 天啊 真的很好喝耶 喔 完全就是 你知道很燙 但是很好喝 我來吃看看山藥 它的軟硬度有沒有適中 切下去感覺是 非常perfect 不會太軟 直接照我這個做就可以了 超好喝 山藥枸杞跟那個紅棗 對身體都超好 養肝排毒 又簡單又好喝 好的 那今天宅女陪來人料理時間 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大家有學會很簡單的山藥 排骨湯 大家 再會 正常的程序來講 枸杞應該是最後已經OK了之後 再把枸杞 然後鹽巴加入調味 這樣子 那邊 會不會 我們很了解 怎麼會 我們很快 我們細心 我們來吧 大家可以好好吃 我們來看